哈囉大家好 這支影片要來跑一下 基因的四轉 生命締造者的轉職流程 轉職的時候會有需要的任務材料 材料的部分請至下方文字攻略查看 我們要先傳送到貝魯茲考古地 找到阿爾迪娜對話 接著關著文字的指引 找到發源地 注意 這裡對話的時候會有選項 要想想辦法 要製作可以阻隔臭味的口罩 開發阻隔氣味的新材質 緊密的布 袖珍包 背長探 身上材料背齊之後再跟他對話一次 之後他會給你一個防毒面具 一個密封箱 然後再跟他對話一次 接著再回去找阿爾迪娜對話 選項可以隨便選 接著我們就往左上角移動 傳點的右手邊有一間房子 點他對話之後進入 在這邊進去之前會有需要準備的材料 進來之後跟克雷爾對話 這裡的對話有選項 要選擇曼陀羅花培揚敏 再跟他對話一次 這邊選項選第一個就好了 接著就去點他四周出現的沾滿灰塵的書 選項選擇抖掉灰塵讀書 要對話到克雷爾說 讓你去用左上角的書桌為止 對話完之後會拿到一個曼陀羅魔花培養機 接著再跟克雷爾對話 完成這一次的轉值 以上就是這一次 基因四轉的生命締造者的轉值流程 感謝大家的收看